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时间11月28日 在今日的凌晨1点40分左右 在北京最管法的亮马桥附近 聚集了大批的当地民众 现场也有许多警车和警察 许多人高喊上海您好 我是北京 表达对上海的民众的声援 深夜当局已经将亮马和外围封锁 防止有更多的本地人前往加入抗议活动 有现场民众向媒体表示 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去找到 新冠确诊病例的密接 次密接 以及这些有可能感染的人 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全小区的 一个大型的这种筛查 我们不需要这种大清洗 另外一位现场民众表示 上海已经有很多人被抓进去了 不只是昨天晚上 他们是为了大家 是为了所有人 是为了每一个起手不被封在家里 为了大家能够吃上药 能够吃上饭 我们应该伸延这些勇敢的人 上海的人 第三位现场民众表示 在中国 难道连自己的国歌的 难道连自己党 每次开会都要唱的党歌 国际歌都要封锁 都要封锁 都要因为唱这个而被抓走吗 截止到现在为 北京相关机构未作出任何回应 有关此事的原因 新疆乌鲁木齐火灾 我们在此前的新闻报道中提到 新疆官方通报提到 11月24日19时49分许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院小区 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导致 10人离世 9人伤 造成如此严重的人员伤亡 当地民众普遍反馈提到 是由于当地相关机构 执行相关严格的封控措施 造成设施建筑 无法被及时施救 和相关逃生路径被毒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